8. 星島日報 局長換張曾德成鄧國威離任 2015年7月22日要問A01頭條兩局換張特首梁振英昨日宣布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及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離任 分別由沿海關關長張雲正、和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柳光華接任 消息指 今次時梁振英主動換張 進行內閣小改組 因為梁認為兩人的表現有不足之處 棄直在政改後換人 為特區政府帶來新氣象 梁振英作備問到為何不索性一並撤換一些公眾認為表現欠佳的官員 他未有正面回應 只強調懇關注政治任命班子的表現 消息指 今次時梁振英主動調整班子 並將有關調動報請中央 梁振英認為鄧國威及曾德成兩人的表現有不足 故進行時次改組 據梁振中人稱 作為民責團隊之中管理十多萬公務員 出身政務官的鄧國威 與公務員團體關係不夠好 至於曾德成 其負責範疇包括青年政策 推廣基本法教育等 表現未如人意 特別是青年工作方面 梁振中人環子 政治領袖在任其中間調整班子 在西方社會在岑上 劉剛華將雲振接任梁振英昨日會見傳媒 未見兩名離職官員及兩名接任人的身影 特首在開場發言率先表示 國務院時根據其建議和題名 委任劉剛華出任民政事務局局長 和張雲振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同時免去曾德成和鄧國威的主要官員職務 又只簡單感謝兩人多年來盡心盡力服務香港社會和特區政府 表現優秀 梁振英多次被追問等 曾兩人離職的原因 但特首無正面回應 指導人事變化不應公開討論太多 等 曾兩人稍後會出新聞稿交代 她又特別強調 任何公務員事務局的人事變動都不會影響香港行之以糾和丟銀零轉 V 的公務員制度及相關政策 港府也沒有任何其他主要官員的人事變動 她回應是否炒人梁振英 她回應有否挽留鄧國威及曾德成 至於她是否與二人不和 她就說 我們整個特區團隊都是合作得非常好 問到她為何不索性一並撤換一些公眾認為表現欠佳的官員 挽回市民的信心 梁振英則未有反駁撤換一次 指說每個工作崗位的工作 面對的挑戰和負責的政策範圍的歷史都不同 我會繼續關心支持每一個政治任命團隊討貴將 以至公務員同事的工作 亦肯關注他們的表現 梁振英不認為在有問責官員離職時跳旋潮 她表示特區政府實行的是政治任命制度 即所謂的旋轉門 她上任以來離職的問責官員都因不同原因離開政府 但對比英 美 台灣等地 離任的人數還是少 我相信我們這個班子是十分穩定 許曉輝擔任民政事務局副局長七年 但最終卻由加入政府只有兩年多的劉剛說出任民政事務局局長 梁振英未有回應為何不任命許 只重申劉剛說是最適合的人選 清留有相當豐富的地區行政或政治的歷練 她又主動提到有人可能認為是為選舉做準備工作 她指自己非常重視地區工作 而留在這方面有實踐的經驗 林鄭婉飾讚爭熱城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對鄧國威及曾德成請辭表示十分婉飾 形容過去三年與兩人緊密合作 又特別讚揚爭對西九文化區工作充滿熱城 鄧國威及曾德成先後發聲明交代 鄧國威指 事因預計不到的家庭理由而要退下 需要更多時間陪伴家人 將來如有合適機會 會準備在其他崗位上繼續服務社會 相關新聞長刊AE版記者 林寶儀 請問負財 __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